我们来看到侯友宜最近言辞交锋之外 他路站也走得非常轻 我们来看到他昨天去哪 他去新竹了 他的整合来启动 他拉拢竟然是挺郭派 我们用一张照片跟大家讲说 他昨天见了谁 而且这些人哪些是值得注意的人物 我们从左到右这边看出来 包括是苗栗县议长李文斌 新竹市的议长许修睿 还有新竹市长高鸿安 当时他问说 高鸿安你怎么会去 他还说没有啦 柯主席还在日本 那时候我是看到杨文科邀我去 杨文科是主人 我才去 他也喝一个撇清出来 再把他往右手边这样路看下来 新竹市的议长张震荣 还有这次的主人是杨文科 另外侯友宜站在中间 另外比较有话题性的 包括周冬景 包括宣明志 包括谢文静 也通通都有去 那这个聚会到是什么 原来他们是竹竹苗的 四年级的联谊会 那除了台面上 在台上这些人之外 其实底下不少人 包括立委 林维舟 林思明 郑正前 谢义凤 还有前立委 徐欣盈等超过300位地方人士 全部都集结到这个地方来 那林维舟 他当然要趁这个聚会的时候 跟大家讲一下说 其实侯友宜有在做事情啦 他说现在也跟郭的团队 整合努力当中 而且他直接cue了 他说宣明志愿成为桥梁 大家不是说郭都不想接 包括朱立伦啊 包括侯友宜的电话吗 现在宣明志说 我可以成为桥梁 因为这两方人 我都认识嘛 那另外宣明志被问到说 你挺谁选总统 是挺猴吗 他说优秀人 大家都会支持 那侯友宜也顺势说了 其实郭董跟宣董 大家都很熟嘛 大家都是好朋友 昨天是在谈这个人才的培育 好这件事情完之后 我们刚刚一直提到 这个柯文哲跟侯友宜不是比较近吗 所以柯文哲看到这一幕就说 哎呦 我也要把我的话语学人给抢回来 在日本他也是出招了 他刻意说 我跟麻生太郎会谈后 还有谈到的是谁 是郭台铭啊 放这个消息出来讲说 难道你又跟郭台铭有联系吗 是不是跟麻生太郎谈到这件事情 似乎来跟侯友宜要来抢教了 那我们现在问四位来宾一件事情 又是到了举牌的时间到了 就是我们的侯科最后能够成功整合吗 圈圈是成功 叉叉是失败 来一二三 哇有两个不确定性 只有一个支持 一个是反对 来先从旺哲开始谈 我必须谈 郭台铭现在在政治界 就像林志玲一样 大家都想要争取 或者说像林襄一样 大家都想要他一本写真集 为什么 因为有声量有话题 所以看得出来 就算人在日本的柯文哲当然也想要说 蹭一下 一定要蹭一下的 因为郭台铭等于是他现在首张的第一张王牌 这是他唯一能够跟国民党抗抗的地方 所以当然要蹭一下 那对侯友宜来说 他像最大的心结也就是郭台铭 所以他为什么特别到了新竹去 看到新竹去包括像宣明志也在现场 还包括像高宏安也在现场 不过其实这张图表没有看出来是 其实高宏安昨天 他应该是站在张正荣的位置 他偷偷的 有一位 有一位 对有媒体有做这条新闻 原本高宏安是站在杨文科旁边 因为两个市长到底说应该是站在一起 一个市长一个现场应该站在一起 结果后来高宏安就把张正荣说 你来你来你来 我跟你change一下 就跑到第三个位置去了 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高宏安在这一局当中是有点敏感的 当然这地方的一些场合 难免都免不了同框 那的确这个场合的确带给侯友宜一个 非常正面的能量 就是看起来 这个足足瞄的这些政党的意见领袖 还有一些商界人士 对我都是蛮友善的 那至少没有扣分 所以说这个看起来侯友宜像开始 入战要开始积极下去了 昨天去新竹这一招 这一招不错 而且蛮及时的 他早上是下午是到大学去听演讲 跟学生互动 晚上就到地方去跟大家聊聊天 聊聊的情况 那看得出来 现在柯文哲当然是在日本 那日本当然他只剩郭台铭 可以希望说 能够把郭粉这个招魂回来 大家不要忘了 郭董跟我去金门看过海 你用招魂这个字眼 快回来 我跟郭董一起看海了 对不对 我们三盟海事 对不对 大家不要忘记这一段 所以当然看得出来 现在郭董等于是这个柯文哲 跟侯友宜最想要追的一个人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国民党发言人肖静岩 竟然没有举圈 他是圈跟叉一起比起来 怎么回事静岩 这个代表既成功又不成功 诶 此话怎讲 这个不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这个意思是说 这个郭台铭我认为 最后我比叉叉的原因是 柯文哲在幻想着说 可以利用这个郭台铭来搞死国民党 不好意思他不会成功为什么 柯文哲现在看 诶我民调稍微上来了 对不对 我当然要做正的 所以我现在开始怕郭台铭跑来跟我说 诶 柯文哲 那个我当正的你当负的的 他开始紧张了 所以说 不好意思 柯文哲容不下郭台铭 所以说 这个 柯郭不会合 好 那他会不会这个 回来国民党的 支持国民党的 不好意思 可能郭台铭 心底上还是 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不开心 他不去真的大力的去帮柯文哲 甚至去跟柯文哲搭配参选 对国民党来说 就已经是万幸 就已经是成功 但是至于他有没有办法 出来大力的 哦 举起鹤鱼的手 哦 这个我为了中华民国愿意这个粉身碎骨 哦 跟侯士找一局粉身碎骨 然后这个下架民进党 我觉得短时间内是看不到这样子的迹象 所以呢 才会既是差 就是缺 但是呢 以郭柯核来说 确实 我不相信 他们会成功 来 多好一个 简单讲 郭柯的事情 我们有一个时间点 就9月15号 9月15号是郭台铭 退党 满四年可以重新申请入党 所以9月15号那一天之后 郭台铭有没有申请入党 这样子去判断比较准 如果他会申请入党 因为到9月15的时候 我想 有没有换猴这件事情 早就已经尘埃落定 不会再讨论了 如果他有回国民党的话 他支持侯友宜的几率就比较高 反过来讲 因为你没办法猜 9月15号那一天 如果他没有回国民党 他不是国民党党员 他还是可以支持 就算不是国民党员 我这一票支持你 听得懂 我这一票支持你 然后他继续跟柯文哲看月亮 看月亮指示 就一起去看海的日记 直接去啊 对啊 然后第二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就是郭台铭的郭柯和 或者是郭侯之间 就是已经到了柯文走上的4%选票 还会不会回国民党 这一块大概不容易 在侯友宜的民调 那个大风跌的过程当中 有一半去了柯文哲那边 那目前的趋势看起来 大概他不会回来了 可是侯友宜还可以争取 剩下的那4% 那4%是侯友宜有机会的 而且也有回流 因为那18%是已经被吓到 有回流居士 剩下的一个问题 那郭台铭还剩下什么 郭台铭还剩下一件事情 派系 这张图里面告诉你的是 郭台铭身边有组合组战 你看到的是组合 那对柯文哲来讲 看到中东井就是 中东井也是捐钱给我 但是票可能是要给侯友宜 有得有失 我们可以这样再来讲 那高宏安算是警觉性很高 知道不能站到旁边去 否则路他站在侯友宜旁边 要直接跟你讲 柯文哲人在日本 高宏安台民众党的市长 已经叛变 就会被这样解释 来 里面刚刚四位投票 觉得最有信心的就是刘采薇 来 采薇 我相信郭董自己也讲过 他已经不再是年少轻狂了 所以回到这一次 到底能不能整合成功 为什么会举圈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自己也相信 他已经不再是年少轻狂了 他过了这四年 他已经成为一个 他变了 他变了 他变了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政治人物了 而且据我所知 至少到现在 直到现在 其实郭董对于这个情绪上面 他不是针对侯友宜 我知道他的情绪是针对其他人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整合 是有可能成功的 也就是说最后最后 有可能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也就是说郭董会支持侯友宜 但是maybe不支持国民党 对不对 其实也不是不可能 对 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利用这个时间 再去拟贫 时间可以去拟贫一切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 郭董会知道 谁才是最能捍卫中华民国价值 那你说柯文哲 他一定是得蹭 因为就像刚刚望哲讲的 就是先让子弹飞 有蹭有声量 有蹭有曝光 谁不蹭他呢 但是郭董到底会不会跟他合作呢 我相信也一样绝对不会 好 侯宜除了去新竹之外 现在侯的团队 也要跟党中央来做对接 我们来看到的是 他对接的窗口是谁 是林洪池 将在6月6号的时候 将派出他跟党中央的对口 组织战工作 林洪池他的经验很丰富 板桥市长三连霸立委 甚至还在任这个马英九 执行长2018 这个包括2018 2022的时候 还当过侯友宜竞选的总干事 等于就是侯友宜的 自己人啦 那另外呢 还有国民党四方会谈 现在在今天的部分 是便当会 在今天的中常会的时候 便当会 这个便当 大概100块到300块 还有媒体把它写出来 说这个名字 有玄机 待会我们来可以谈一下 第二个事情是 6月8号在明天的时候 侯团队要跟党中央 在跟立法院党团 跟智库召开首次的四方会谈 包括立委补选 以及政策的对接 那另外看到的是 侯的首场造势活动将在新北 是7月9号 在新北土城古都餐厅 那现在临京节有喊出来 他的侯塞雷的后援会 最多会有3000人 而且他直接说 这个办下去不得了了啦 侯友宜的支持度 可以达到40% 哇那这样子看起来 冲高的几率 真的是蛮多的 来近点 你们过去国民党有三方会谈 对不对国民党三方会谈 那现在加了侯友宜的团队进来 变成三加一 那现在这个四方会谈 会听谁的比较多 其实我必须要纠正一下 大家一直讲什么会谈会谈 搞得好像是什么两岸要现在要会谈 他正式名称不叫会谈 是三方平台 他是一个平台 为什么叫三方平台 这个是党中央 以及我们立法院的党团 也是立法院的这些立委们组成党团 然后跟我们的智库三方来做个平台 他搭一个平台 那我们会里面会针对接下来 比如说这个会议起来 接下来挡了一些主要的政策路线来做开会 这个是行之有年的 这一直都有在做 那现在总统参选人已经确定 已经提出来 所以说现在把侯市长的这个进办团队给加进来 变成就是这个四方平台 好不好 接下来说呢 就是对接一个会议 靖言我觉得里面今天中产会的便当会 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这谁订的便当啊 这在唱衰你们是不是 我想知道是订的这个便当每一次我们只要开一些会议 我自己以前也当过青年中产委 所以有便当会的时候 因为离我们很近 就在办公室附近 然后再加上他的双煮菜出了名的这个还蛮好吃的 所以他会订这一家便当 那一家店的店名叫 结果呢 没想到刚刚好这个便当送进来的时候 有媒体朋友很眼睛 怎么叫什么老三餐盒 然后就联想到最近的民调这样子 讲真的是很好笑 里面在吃一吃大家没感觉啊 因为反正这个便当讲真的立委们 还是什么开会也很常会订啊 以前我们自己开会的时候都很常会吃那一家 也没什么警觉性 然后后来这个就有人讲说 这个便当是不是会被人家做文章这样子 还真的被做了 结果不好意思再被做文章 不过我觉得好笑的 有趣里面我们在开玩笑说要不要把便当收起来 不然等下这个被 就是因为后面要开放媒体进来这个拍照 然后就说会不会媒体要做文章这样子 然后听了之后 侯市长自己也笑笑 他这个这个没什么 他现在民调数字这个样子 他知道他自己要去加强 但我觉得他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他就说大家在讲 无论是跟郭董事长啊 还是说有些人讲说什么 化解什么含粉含骨鱼等等这一些 这些他都知道 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够不够强 自己如果够强 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 我很高兴他自己有讲说他很清楚这件事情 那显然他已经有这样子的觉悟 那接下来就是变成说你自己是总统候选人 我必须要端出成谕跟作为来把我的民调拉抬 如果拉抬的够强什么都不用怕 董小哥这一次侯友宜又找回林洪池 你可以看到他在2018年2022的时候就已经当他的竞选总干事 这林洪池真的协调能力跟合作能力这么强啊 因为林洪池以前在立法院是到大党里面 大党里面比较负责协调的 那两次又当总干事 他对侯的团队跟侯本人的打法会比较熟悉啦 还有一个就是说你 以林洪池来讲他的辈分来讲 你在各县市要组各县市的进种的时候 他的份量也比较够 那侯友宜身边有几个人份量是够的 林洪池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李乾隆 李乾隆的份量也够 就是说林洪池或李乾隆讲话 你说要代表侯友宜 大概有一定程度的%数 那谢震达讲话也有一定的%数 可是谢震达在这个人际上 关系上的处理他比较不周到 直接讲比较不周到 那这个东西侯友宜身边人应该都知道了吧 运作一段时间发生过什么问题 他们应该心里都清楚 但是林洪池的缺点是对中南部的熟悉度比较差 他熟悉的还是比较大台北地区的 那李乾隆其实是还有蒋根皇议长 他们是串联能力比较强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请锁定 还你必法撞 我拍摄我 你必须要对中南部的熟悉度比较大台北地区的 我拍摄我 我们就好好报答 我们就请注意看 你必须要是在中南部的眼神 我感觉到我们往后后 重新措断的改正里面 所以我感决于大利益